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期的 Maverick Tech Review 这一期我要谈到Intel NUC Unboxing 主要就是简介一下里面Intel NUC有什么零件 我马上来看看 盒子很精致 里面有AC Power Cable 有一些螺丝吧 还有少不了说明书 当然主要的主人工就是Intel NUC 焦小玲珑的正方形电脑 非常的轻便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有两个USB Port 有Ethernet Port Mavory Tech Review 当然我会与大家分享一下在哪里购买 我主要是在 Amazon.com Amazon买的 所以 这一款Intel NUC有两款 有一种是比较高 还有一个比较矮 我买的比较高 体积比较大 它的主要区别呢 就是高了能够支持SSD 那比较薄的 比较薄的 比较矮的人 就不能够 装个SSD 价钱稍微比较贵 那 当然我 是有Budget的 就打那麦 就高 比较便宜的吧 那有点要注意就是说 这NUC 没有SSD 里面也没有 Memory 记忆体 所以 是要自备的 那 这里我当然会介绍一下我 购买怎麽样的 RAM 记忆体 马上来看看 所以我本身比较喜欢 G-SKU 8GB 2400DTR4 要Laptop RAM 接下来我们谈谈 那SSD的选择 真的是琳琅满目 现在的 规模呢 有SSD还有 当然少不了 M.2 NVME 那 我本身呢 那就 会选择用SSD 因为我有一个旧的SSD 而 如果你是 在 组装性的话 我建议使用 MVME M.2 因为它的速度会 快 好几倍 比SSD快 整 四五倍吧 如果 Budget有些 有些 有些 考虑的话 我本身就建议用 Cruciar 那是micron 的SSD 你看它的价格 公道 而且 你可以买到 500GB Cruciar 没有赞助我 这影片 有些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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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感谢观看